因为明天要准备去和家人去干个事情 我妈妈可能跟直播间很多阿姨一样的年纪 我妈妈已经50家了 谢谢关注 家人没有点关注 这里点关注啊 我们刚开播 两分钟 阿姨下午好 哎呀真的 上次我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有的阿姨真的伤了我的 把我伤透了 没有他们说 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 伤了一下小小的心 下班了阿姨们 今天三点多四点钟下班了 我就回家了 我妈妈他们来了 你们有听到小宝宝的声音吗 嘿 没关系啊 家人们 就是有时候有不好的声音嘛 我们就去屏蔽这些声音就好了 哎呀 有时候我又不做回应 感觉好像也有点习惯啊 哎 那天 我拍这个 我昨天发的视频不是去模仿谁啊 也不是模仿几年什么的家人们 我从来没那么想过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 那个视频是过年的时候发的了 然后是我和我老公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拜年 然后因为我们汉族嘛 汉族过年就是大年初初一到初七 一般都要去给亲戚家拜年 然后我们就去到一个农村里面拜年 然后那里风景很好 我们就有了一段异想啊 就是觉得 因为我们一直在城市里面 然后就觉得在农村如果有自己的一个家的话 该多好 我们就在那里想想嘛 以后条件好了 退休了以后就可以想象的生活就是去农村里面有那种自建房 多开心呀 你在哪儿呀 要不得呀 咋得牢口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怎么会说你模仿几年 哎呀 哎呀 小心点 小心点 宝宝 宝宝在穿桌子 我家人们我在这里直播 然后我宝宝在这里钻桌子 所以家人们我就说这么一次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生活 然后 哦 还有阿姨说那天在直播间你不该说叶总喜欢今天傻傻的样子 哦 我说的那个傻傻的样子不是说去 不是真的去说一个人傻 就是 就是家人们因为可能我结婚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爱人经常看着我傻傻的样子 然后就是一种很宠溺 就是那种啊 就是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 就是那种很宠溺的感觉 没有别的坏心思啊 就是你想一个你就心爱你一个非常疼爱你的男人 然后看着你做什么事情他可能都觉得 哎呀 我这个小傻瓜 这种感觉 家人们 就是我哎呀 我这个小傻瓜这种宠溺啊 并不是说一个人真的傻或怎么样 不是的家人们有些时候我是真不想说去提 所以还有人说去蹭流量什么的 我有时候不想去提 但是 因为有很多阿姨就是 嗯 问了很多问题 我要是看到了 我不去回复 我感觉不太礼貌 所以说 像什么去诋毁别人的 或者说去给别人说不好的 我从来没说过 就是 我的好朋友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说遇到那种就是 要去诋毁他或者说 说他不好的我也会生气 我也会去 站在正义的一方去 对付这些 说话不好听的这些 好的阿姨好的 开心就好嘛 对的 下午好 阿姨们下午好 所以说 嗯 不需要去什么说去 专门去蹭这种热度 其实吉年和叶总 又不是 就是 就像我说不好听一点 又不是傻瓜 我们相处这么久 也知道我为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个人心子口快 我没有坏心思 也不会去占别人这种便宜 或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就简单单的 谢谢大家的理解 谢谢大家 好的 还有 今天还有阿姨奶奶 说我是不是 就跟我 开直播说几件事情 说完之后我就不提了 就说我是不是和吉年闹毛的什么 不是啊不是啊 家人们 不是啊 不是 不是 我们很好啊 我们前两天还在一起吃饭呢 奶奶好久不见想你们 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一起玩 我会是她永远的知心朋友 家人们不用说去 什么 哎呀我怎么怎么样 没有那回事啊 对对对对对 今天在这儿吗 我给你们聊一聊 你的臭子 嗯 今天我 我很开心 然后因为我的家人来乐山了 我租的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我的伙食被改善了 我婆婆也来了 我的孩子也来了 我妈妈也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鸡汤啊 那个羊肚菌炖鸡汤 羊肚菌炖的鸡汤 好香啊 太香了 太香了 我妈妈今天还给我熬了那个猪油 家人们 你们家里面做菜会那个猪油吧 肉肥肉熬的油 不可能进不了直播间啊家人们 可能是没开直播 可能说进不了 这个就是熬了猪油剩的那个油渣子 家人们知道吗 好香 家人们我就觉得 简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姐姐小吴好 小胡羊肚菌怎么做吃啊 就每个人做法不同吧 然后我妈妈今天做的 她做的是怎么做的啊 就是把那个羊肚菌先泡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买的会不会泡啊 然后 下午好姐姐 夜雨阿姨妈还是姐姐下午好 然后是 然后把那个鸡 她是把那个鸡肉 然后用油炒香了之后 然后再去炖的 然后炖的差不多了 然后把那个羊肚菌放进去 慢慢小火炖 哇好香呀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在家里面真的 我觉得很开心 看到了吗家人们 只能看一秒钟 因为有阿姨说这个好像不可以 不可以不 弄太久 小宝宝来了 她现在还不能走路 家人们 只能 就是 沿着桌子 走 然后自己还没有办法走 然后我妈妈在给我做菜 炒牛肉 做炒牛肉 然后家人们看一下锅里面炖的 红烧排骨 那天在直播间 还跟姐姐们阿姨们说 很想吃红烧排骨 然后今天妈妈就来了 是的家人们 不是说的我 不是说的我 今天下班了家人们下班了 我今天好幸福呀 我的妈妈给我做菜 我真的好幸福 而且我婆婆又帮我带孩子 婆婆在后面 你们认识我婆婆的家人们 看过的来 妈妈 大家找个招呼 哎 大家好 今天感到很幸福 然后我的爱人呢 她还没有 没有回来 她6点钟才能回来 哈哈 家人们 我的妈妈 我两个妈妈 一个我自己的亲生妈妈 然后一个是我的 婆婆 然后 两个都对我很好 而且都是跟直播间的阿姨们 一个年纪的 就是50多岁 我的孩子一岁 家人们 看起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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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不能在里面 咳咳咳 咳咳咳 谢谢家人们 这里点关注啊 没有点关注的叔叔阿姨们 这里点关注 谢谢 看一下你妈妈 小胡 我妈妈可不好意思了 她觉得她长胖了 她不好意思 妈妈拍啊你 妈妈拍啊你 哦好吗 我头发乱七八糟的 好好好 她说她头发乱七八糟的 她不想我拍她 下一次吧家人们 看我妈妈是个大厨哦 我怎么没有遗传到呢 我怎么没有遗传到妈妈做饭的技术啊 妈妈幸福吃就好了 哎呀我太幸福了啊 宝贝吃就好了 宠承小宝宝了 我的妈妈今天把我宠承小宝宝了 那天 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事情吗 家人们是不是 今天真的吃好好呀 今天晚上吃排骨 香腻什么意思啊 才香 小胡什么时间才香腻 就是今天吃排骨 红烧排骨 然后吃一个芹菜牛肉丝 然后再吃一个鸡汤 哇好丰盛呀家人们好开心 小胡家里很干净 因为呢 我就是每次下班回来 有时间我还是会收拾一下家里的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很忙 没有打扫 然后今天我婆婆来 我跟你们讲 我婆婆真的人特别好 她把一切都规整的 很整洁 还帮我拖地呢 然后我下班就回来了 好丰盛呀 家人们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说实话我还有点喜欢 想去尝尝东北菜呢 我们乐山新开了一家 嗯 东北菜 我还没吃过他们说什么小鸡炖蘑菇 这个菜呢 正宗的如果 要有没有东北的阿姨妈 是的 好幸福呀今天感觉 嗯 都是甜甜的不好吃呀 都是甜的 甜口的是不是 嗯好吧 我个人喜欢吃 咸口加一点点甜 是的 是的 我有有几天没有直播了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是口罩 东北菜 小鸡炖蘑菇 猪肉炖粉条子 酸菜馅的饺子 哇我想吃酸菜馅的饺子 我真的很喜欢 想想都好吃 哎呀 酸菜 我没吃过东北的酸菜是什么样子的 我只吃过四川的酸菜 东北人在天津 哎呀 你整个时候真的去东北玩的时候 好好吃一下东北的特色 哎我去抱一下小孩 等一下 我的小孩现在特别会爬家人们 一不注意就爬就爬到满屋跑 一会儿爬到厨房去 一会儿爬到房间去 来宝宝 妈妈抱一下背面抱一下好不好 去吧 来不来 妈妈这里来 来了 最喜欢看我直播了是不是呀 嗯 不能转过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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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来来 你来了 你来了 来来来来 好的 上班没带完家人们 我是下班了之后 回来的 他们在家等我 好的好的 就是不能出镜 我就简单抱给大家看一下 想吃酸菜来东北 肯定来 我真的好想吃一吃东北的酸菜 是什么味道的 小孩很像我哈 但是皮肤像他爸爸很白 哎呀家人们真的家有一 就是一个小孩的话真的会热闹很多 说实话我在乐山这个家里面 每天回来一个人 然后我老公老公在这儿嘛 最近都是一直在乐山 然后就我们两个人晚上就清清静静的 然后今天宝宝来了 感觉这个家都热闹起来了 就是他很可爱呀 就是哎呀你们家 你阿姨家里面一定 你们一定要有小孩才才热闹呀 太好玩了 他现在会怎么样啊 会拍手 然后会做这个 然后还会做飞吻 越大越可爱 小胡阿姨是东北人 现在住成都 阿姨家给你做菜好好吃 那有时间一定要来阿姨家里 尝尝阿姨的手艺 是的家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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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大家平时家里要开支 然后乐山有住有房子 住的有房子 然后家里面开销 然后小孩的费用 我们两个压力很大的 必须要上班 然后无奈呀 很无奈妈妈带小孩 开播好一会儿了家人妈 现在压力已经 就是生了宝宝之后 压力就给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了 以前 以前还是妈妈的 掌上明珠的时候 这还没有这些压力 现在 慢慢就有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有时间的话 都会记录我们的生活的 哎呀 就是在 有空的时候记录嘛 就平时也很忙 对一个孩子压力就这么大 所以说家人们要说生二胎三胎什么的 嗯就想着 过两年 慢慢对慢慢就会好的家人们 我相信慢慢就会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注意身体健康是第一位 然后再说身体健康家人平安是第一位 然后咱们再说其他的对不对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也是一个天真的没有压力的孩子呀 就是觉得嗯好像自己找的钱自己用就行了 没有什么压力但现在不行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姐姐阿姨 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吧 就是我就是年轻时候的你们 虽然性格比较要强 然后 有时候也比较强势 一个人非常独立 也不允许别人轻看自己 然后 所以说自己就会很累 所以自己就会很累 就很多事情都喜欢一个人扛着 有什么心事就往就往心里放 虽然说有时候 想去找朋友呀 或者谁 疏导一下呀 说出来 但是这个压力还是在心里的 我相信你直播就有很多阿姨嘛 就是跟我 我就是年轻时候的你们 就是性格要强 然后也 嗯 也吃了很多苦 就是很累嘛 没关系的 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就行了 以后老了 以后我老了 我就退休了 压力就给到我的下一代了 对我也感谢我的婆婆和妈妈 看孩子我才会好好的工作嘛 不然的话我也 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工作 下午好 阿姨下午好 下一代更幸福了哈 对说不定我 妈妈妈笑死你 有回应 就是说不定我 我过个十年 五年十年慢慢生活更好了 以后我的小孩就不会那么累了呢 我小孩你一岁了 其实现在还好 我还没有吃过很多奶奶 他们那个年代的苦 就比如说什么 那个时候真的还不是说去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就是解决生活 解决生活的一个难题 比如说很多奶奶七十多岁的 你们以前肯定也度过 经历过那个什么粮食观啊 各种各样的 饭都吃不起 我经常听我外婆给我讲啊 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水就是 去抠树皮吃呀 或怎么怎么样的 太多这种了 所以 现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好的了 谢谢大家 家人们 怎么了 怎么了 孩子哭了 我去哄哄孩子吧 以前都 以前的人都不用上班了 我去带小孩了 家人们 要不今天就这样吧 然后下一次咱们再直播 我一般就是双 那家人们 辛苦了 辛苦了家人们 谢谢陪伴 你们都去做饭吧 好 明年 不不不不不不不 明年生个小孩了 过两年吧 好 阿姨们赶紧去吃饭也五点半了 然后我去带带小孩 让妈妈休息一下 比心 谢谢阿姨奶奶们的陪伴 谢谢你们 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 这里点个关注 双什么 我本来说 我一般就是双号直播 比如说今天六号直播 然后下一次我就可能是十号呀 或者是十二号呀 这种 谢谢你们 拜拜